多枚炮彈呼向目標海域 中共曝光對臺周邊發射遠程飛彈影片 隨後國防部證實共軍四號 共發射十一枚東風系列彈道飛彈 比日本第一時間公布的九枚還要精準 但國防部沒主動說明東風飛彈 飛越臺灣上空引發國民黨立委不滿 我不曉得是因為我們認為沒有必要 還是說我們沒有這方面的準備 給人民的安心安全在哪裡 大家都知道中共在演戲 所以其實也沒有必要粉飾太平 除了藍營炮轟更傳出清古安會高層 阻止公布飛彈路線 認為會造成民眾不必要恐慌 但國防部在發聲明反駁 是考量中共軍演 以危折我方為主要目標 再加上為了保護國軍情監真 作業能量才決定不公開 畢竟一個國家雷達監測情報 重中之重 可不能讓敵軍從中獲取 把細部的飛行軌跡公布的話 那對方就可以就是用來反饋 就是說你的這個偵測能力 那它可以調整就是未來發射的角度 跟方式 國防部沒公布 但我方監測能力完善 精準掌握共軍11枚東風飛彈的最佳設備 是新竹樂山地區的長城預警雷達 徵搜距離最大達5000公里 扇形雷達徵搜範圍 可北至朝鮮半島 南至中南半島 相關情資也提供 每日等國參考比對 中國用灰彈軍演 來破壞區域和平 我們同樣嚴正譴責 並且對所有的相關狀況 都密切掌握 中共飛彈飛越台灣上空卡門線 國防部都精準判斷 不會危機島內 選擇不公布 不警報 沒攔截 都有戰略考量 敵軍動向 更全都嚴密監控 三軍黃大風 這款也就有提到